有些人喜欢吃不是全熟的肉 但未煮熟的肉类有可能会导致食物性的中毒 可是全熟的肉难道就安全了吗 来听一听专家的说法 肉类可能含有有毒细菌或寄生虫 包括大肠杆菌、沙门士菌、里斯特菌等 很可能会引起恶心和呕吐 腹部脚痛、腹泻、发热和发冷等持续数天 并感到非常痛苦 专家说想要预防食物性中毒 请记住以下最低温度要求 一、碎牛肉必须全程加热至摄氏71度 二、牛排、烤肉和猪肉应加热到摄氏63度 加禽应加热至摄氏74度 牛肉、小牛肉、羊肉和猪肉应烹饪后静止3分钟 在静止的时间内 肉的温度会保持恒定或继续升高 这会破坏有害细菌 专家也提醒 仅凭肉眼无法判断肉是否安全地被煮熟 此外,过高温度也会引起问题 研究人员发现 大量食用煮的油炸或烧烤的肉类 会增加罹患直肠癌、胰腺癌或前列腺癌的风险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说法提供以下建议 一、避免延长烹饪时间 特别是在高温下 二、在暴落于高温之前 使用微波炉烹饪肉类 一、减少肉类必须与高温接触 才能完成烹饪的时间 三、在高热源上需要不断地翻转肉 让其受热均匀 四、去除烧焦的肉部分 中天中望 真理报道